立空立宿总统立委台赛完完结束 在这次选举当中 专家有100公里万人是头一次来投票 这也是郭政党这个选举支持的目标组军 在中华今年的首投资有15327人 第一次投票中选陆台下先就表现 非常欢迎可以为台湾赞一份自己的热量 总统立委选举的政党 能够在哈河边结束 也让台湾的政典出现新的气象 很多民众拜了暗时到处来 跟处来人做会吃饭看开票 用北比过年就比较老了 是非常特别的政典 —— 当年和比町 全部居住林的 和比町去护敌修umm 今年和比町都周其几块的开票手 投票过程当中都没有出现总空 感谢民众和港众领导的配合 在各投开票所的开票都可以拍照跟录影 所以我们的选务人员也按照选举委员会的规定 采取减唱计诊这样的方式以遭公信 所以在整个投开票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顺利 我们知道我们投票要携带相关的投票通知单、印章还有身份证 那我们的证明也符合有这样的一个民主素养 也都带了相关的证件 所以我们的选务非常的工作都非常的顺利 第一次投票的女性如何像 第一次来人的配方之下 作回来到投票送投票 他表示非常欢喜可以为台湾尽一分自己的日流 他的这次虽然已经投过一次的冠军中的选举 但是对这次总统领导选举的投票也是非常期待 很开心这次终于有机会可以自己 为台湾的未来做决定 就是看一下大家的证件 然后对于他们在地方上或者是各个议题的态度 很骄傲自己可以为台湾尽一分力量 这次关心的面向会更多一点 上次是比较局限的地方 那这次是关于国家未来发展 或是在全社会大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议题会关注的多一点 就是也透过选举的机会能够去花更多 多花一些心思去了解 就是平常比较没有在留意的这些事情 选举制度是是很民主的重要方法 人民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观 因此可以说选举制度是是很民主不能欠款的方式 但是民主的内容 绝对不及时间的参举 最后的证件也是在行政立法 加速发的三款分力加尊修化地 新中华新闻里面红何美才红博德